中文字幕君 字幕君 字幕君 詞曲 字幕君 大家好 各位我是VC 這部影片 時光是秘密集訊 我們從女孩身上 拿到鑰匙 通風到這裡 这是被撕掉的虚烟 但是这怎么说 还只是基本举例而已 并不是绝对的 有黑色眼睛的人 只要双亲户祖先中有蓝色眼睛的人在的话 就算是黑色眼睛的人和蓝色眼睛生下的孩子 也有可能是蓝色眼睛的 这个举例是名为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的法则 此外 也有这些法则都不适用的例外状况存在 在人类方面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优胜法则 我决定再继续试着研究下去 他想表示什么 那位父亲 如果知道这件事的话 也许就不会演变成离婚的局面了 真的吗 你也不知道这件事吧 或许母亲真的背叛了父亲也说不定 背着父亲 私底下的其他的男人 不 说不定父亲知道建业的存在 可能是因为对自己无益处才当成秘密的 父亲想跟母亲分开 只是想个离婚的借口 用正好发现的那本书的内容当作借口 并且只是除处了其中一部分 你觉得如何 只要开始觉得谁有隐瞒 就没完没了了对吧 其实你现在有隐瞒的事吧 不明其妙 一本名为神问号问号的书 人柱会成为支撑着人们的砥柱吗 成为了人柱的人们会往何方 是成为人柱后就那样死去了吗 还是被带领到神的跟前了吗 神会如何实依那条生命 所谓的神究竟是什么 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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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什么回事啊 莫名其妙的阳光 你那双眼睛真不错 给我吧 嗯 才不要 先等一下 眼珠子 他喜欢我的眼珠子 怎么了吗 没事 他喜欢的眼珠子 他的眼珠是红色的 能够代替的东西应该就是眼珠子了吧 这个 这个 不给 先等一下 我先记录好了 我先记录好了 可以给你这个吗 交出了红眼珠 吃掉了 算了 也可以吧 反正同样都是红眼珠 眼珠 眼珠长筷子一起被吃掉了 你的名字是 我叫做圈 哦 跟别在头发上那个 是一样的名字啊 虽然头发上的这个是假花 不过说到山茶 春年的花 这桌是让人联想到死亡的花呢 你走出的人生会是如何呢 要走哪里 房子好大哦 小刀坏了 what 这次我想看春的尸骸 我给他看看 为什么可以看我的尸体 莫名其妙 那是什么 有本名为花的终其的书 花雕营的方式 因种类而异 有像樱花那样 花瓣飘散落的种类 也有花瓣不会飘散的种类的花 山茶花 千柳花 彼岸花和水仙花等于其中之力 山茶花会如同被砍头一样 整颗掉落 千柳花在花枯萎后会结出种子 彼岸花在枯萎时 依旧直立着 水仙花也是 在枯萎后会结出种子 虽然见到花雕零会令人感到寂寞 但也会令人感到季节的变换 当某朵花的生命终结后 又会有别朵花绽放 春夏秋冬各自有美丽绽放的花朵 所以现在要掌咯 所以现在要掌咯 蛤 所以 分别是四种花啦 千牛花 蛤 千牛花 一字只能拿一個 千牛花 千牛花是 那是秋天吧 这个有烟火应该是夏天 我记得千牛花应该是夏天对吧 应该是吧 这个呢 水仙 不知道 山茶 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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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花生长是什么自己解的 山茶花应该是春天吧 春天是哪个 那应该是冬 那春天应该是这个 水仙 水仙应该是冬天吧 好 然后最后的就是 羊花 秋天 就这样 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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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剪刀 剪刀 你干嘛 嗯 这次 想看春的尸体 嗯 不给他看 哪里 哦 春的尸体 等一下 所以春是山茶花吗 是吧 是吧 这个 蛤 不是吗 不是春的尸体吗 what 这啊 不对吗 把头上来把 那个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春吗 还 还 诶 还是是这个 哦 对了对了 剪错花了 不好意思 这次 想看春的尸体 给他看 这个给你 山茶花 秋的始终真凄惨 头颅像是被砍下来一样 但不会讨厌 你也这么想了吧 而且 被一瞬间斩首而死 也没什么痛楚 你也觉得用这种方式杀害也不错吧 比起被堵杀了痛苦的死 还要来的好吧 好奇怪哦 有本 有本名文《心愿之士》的书 某个地方 有一位神明大人 不管人没有什么愿望 神明大人都能实现 因此全世界的人们都在请求神明大人实现各式各样的愿望 财富 名声 杀人也好 什么事都能如愿成真 因为神明大人 远可怕的愿望都能实现 于是人们马上开始畏惧神明大人 他们反复思索好几次想要打倒他 但全部都失败了 神明大人十分的震怒 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为什么要震怒 因为没办法打败他 人们为了平息神明大人的怒意 开始献上了活祭品 献上了人柱 活祭品的人选是村民所决定的 被选为活祭品的人 绝大部分是罪犯 体弱多病者及讨人厌者 这种人被献给神明神明会开心吗 无法理解 神明大人 神明大人 蛤 你是 催着你的孩子吧 我的确听说过你遭遇神隐了 我是被某人带来的 从大之后就一直在这里 不敢乱跑 猫山赶快见到妈妈 好想回家 神明大人求求您 救救我 如果被封住我 打不开 准时先前进吧 必须要调查这个建筑物 我们一起走吧 我不要 大家都说 有你这样就变得不幸 肉猫也这样对我说 为什么头发和眼睛不是黑的 民村子里的所有人都是黑的 你不是人 甚至你的人都说你是魔女 那因为有你的存在 让神明大人发怒了 所以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记录 记录 这是令人不悦 上锁了 不要跑了 那你有没有在附近发现钥匙 你叫你不要靠近我 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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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有看到的样子 有那种事情 我好渴哦 你给他杀水虎吗 不行 图书馆 有本名为《从冥界回归的书》 生者无法来往冥界 生者若打算进入冥界的话 会被地狱的三头怪 瞬间撕碎的四分五裂 从前从前有位 从冥界活着回来的女性 那位女性拿着点心 将她给予了三头怪 现在三头怪成立在享用点心的时候通过了 从冥界回来也用同样的方式 哦 新人知识2 当信徒们不在了 神便会逐渐消失 神对人而言 是能够实现愿望 抑或植入恐惧而表明自己的存在 使其相信的人物 然而有一天 因为某个人类和魔女的缘故 神失去了作为神的力量 他便没有办法实现愿望 也没有办法给人们带来恐惧 既然神已消失 人们应该不用再献上活祭品 但是神吩咐自己的儿子 要让人们相信神的存在 因此 儿子代替父亲 开始进行神隐的工作 遭遇过神隐事件的村子 则会畏惧是否被作祟了 于是便会不断地向神祈求 并且献上活祭品 但是因为人们还是相信有神的存在 因为人们心中还是有神的存在 我果然遭遇神隐了呢 外神隐的村民也都在这里 原来神隐大人有儿子 也就是说 也就是 这是神身的小孩 而且还让孩子更肮脏差弃的缘故 不过 就是因为那个孩子 才使得人们不断活在痛苦中 落得处境困窘的境地 嗯 如果盲从哦 这本书的内容就这样吧 放着点心 蛤?那点心可以拿了吧 不多说 蛤?这是一个水壶 不就拿来用哦 把洒水壶里的水倒进去 再给那个孩子喝 所以我本来就想要直接用洒水 所以我本来就直接想要让他用洒水壶喝的 好了好了 把水给他 来 这给你 把洒水的水壶递给他 水? 谢谢 对了 有找到钥匙吗 啊 钥匙 刚才有找到 是这个吧 好的 谢谢你 找到钥匙 好想赶快回家哦 要去拿点心吧 不然 他不是说如果 没有拿点心的话就 撑到 这个 诶? 都不结合了 那要门干嘛? 哈啰? 最快点的好 点心 诶? 诶? 小胖还在那诶? 来救补 没事吧? 哎呀 死了 哎呀 好妈妈 现在对不住他了 啊 我 没什么事 我对他 我看他 有什么事 都不做了 要是 我看他 有什么事 我看他 其实 不是 我看他